来看到在基隆市的上一国小有个感人的画面几乎是天天上演 有一位身材仙气的护士阿姨因为心疼小四的心脏病病痛走路会气喘吁吁 所以就每天背着18公斤的她去上厕所 虽然说这一趟路并不轻松但是小护阿姨不以为苦的说 这让很多人说这个比朱自清的文章背影还要感人 身材歇细的护士阿姨许富艳背着小学四年级18公斤的宋船风穿过走廊走过操场 这样的情景在基隆市的上人国小一天要上演好几回 这一趟三四百公尺的距离60岁的许富艳一背就是一年多 这位学生口中映称的护仪 一位不忍心转学来学校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船风走路会气喘吁吁 于是天天背她上厕所 走起路来大概两三步就会在那里船就停下来 所以就聚在这种原因之下我们就觉得说干脆我自己来好了 谢谢护士 所以我去上厕所 孩子看来有些害羞 但其实这像极了祖子的两个人感情好的不得了 而这位有爱心的护仪也是上人国小全校最受欢迎的人 已经超过35年了 很久了 但是他对这个学校非常的认同跟投入 有人说这画面比朱自清的文章背影还感人 而船风也说他会努力长得更强壮些 让护仪不再辛苦地背他